大家好 欢迎收看12月1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吉安乡的光华活动中心启用典礼 11号的上午在县长徐真卫 吉安乡长游淑珍以及地方人士的共同主持下 正式的启用 未来将会为光华村内的长者带来一周七天 天天幸福 日日精彩乐活的银法生活 也提升在地长者的幸福指数 游淑珍表示在光华活动中心启用之后 感谢老人及家庭关怀协会 为光华活动中心承担起任养之责 今天是我们光华活动中心启用的 这样的一个欢乐时刻 谢谢为我们活动中心 共同努力过的每一个人 包含了我们的前县长傅坤奇 现任的徐真卫县长 以及我们的前厢长黄欣 跟我们来在过去的这个闭路蓝旅的过程中 付出的吸血 为我们今天光荣幸福的时刻 启动了这样的一个活动中心 光华拥有2188个人口数 180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我们谢谢老人及家庭关怀协会 为我们承担起任养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结合了我们社区发展协会 跟我们的村伴来进行周一到周五五天的高使用率 来让我们的老人家可以进行乐活 休闲研习跟学习的这样的一个照护原地 透过丰富的照护经验以整合性服务提供关怀 与吉安乡公所村伴社区发展协会 门诺共同串联协力益助资源 办理常态性引法福气站活动 也规划实质据典为主要服务目标 提供每周一到五的引法课程 让长者休闲乐活学习 得到适性照护的移居原地 无论是社区活动中心的新建改建 或者是修缮 我们都不断地积极在做 尤其是在吉安乡 很多的我们都希望18个 我们只要有活动中心 或者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老人福利 以及我们活化村里的这个场域 能够把它做好 也希望我们村长还有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 以及村民都可以很好的把它这个活化 另外更很好的运动它 让它成为一个我们村里面的 一个很重要的发展的焦点 那过去我们在地方上 这个新建当中会到很多的波折 那始终最后两任的乡长 历经两任相长之后 我们终于完成了这个活动中心的启用典礼 那我们这个活动中心使用之后 会造成我们光华村所有850公顷面积的使用人数 那使用人数大概我们有村办这边的使用 设计范儿使用 包括社团法人使用 以及民间的社会的组织架构的社团 共同来使用这活动中心 那未来的期况能够发挥它极大的 一个硬体设施的设施设备的一个 让我们所有的老人 共同能够参与这次的活动 能够多多的发挥它长处 在建物设计上采用采光性高 通透性佳的落地窗 也专为长者设计无障碍空间 打造亲切如家的舒适感 让关怀村2000多的乡亲共同来使用 在环境维护上 公所也将洗手光华环保志工队 为环保定期维护整治 营造绿美化空间 打造让室内外都成为乡亲休闲的乐部空间 记者林姐姐安湘采访报道